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啪啪照了到台湾的文明和文化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余夫 我們這幾集都在說這個 分林的倒落 來 今天帶大家來看這個 分林倒落的這個 興起紀念館 那麼 興起紀念館 我現在外出的一字形 那麼這個設計 這兩個是四槌坡 頭上這裡是新藝術的風格 這裡有一個玄關對稱 現在走進來 這樣 這棟在創三歲 興起紀念館跟我們公會堂上 這個大部分 都是日本時代公共 比如說你如果有重要的法令 或是重要的地方的事情要開火 都會營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有什麼地方 文化中心 社區中心 我告訴你 那個大部分都低企 那麼這是因為就是 這個1923年的時候 育仁皇太子 東攻興起 就是來台灣孫西 那麼孫西之後 過三年之後 他們就說 那個紀念就是日本 這個育仁皇太子來 所以我們來蓋這個紀念館 所以那個時候就叫到這個 這個大陸的五秀仔 吳克明 法紀這個墓資 包括在那邊 朵六區長 朵六廳的參試 什麼大家把它拿起來 這個第一任 這裡面 可以公共集會 婚姻喜慶 比如說婚姻館 收人的這個 民選的指定 叫吳景輝 他就在這裡完成了 他的終身大事 是這樣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興起紀念館 我們這個武警 再來介紹 這間是什麼 來 在我們後面這棟 用清水專照的建築物 你看起來沒什麼對稱 但是這是 這道瀞的 行起紀念館 是 這行起紀念館 就是1923年 這是日本皇太子 藝人 皇太子 要來東興 有坐軍艦 要來台灣十幾天 所以那時候 就國地都用 這個興起 這個名 來去公園 去觀賞 這棟比較特殊 是當時 有地方的屬心 有客人 去做很多鄉親 跟公共 做結合合資 來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 這是屬於 公眾的集會場所 平常是用於 這個 這個 記憶 藝術種種方面 上面 比較多功能的 綜合館 並不只說的屬用 最後 台灣中前 有三館跟他 到達市公所 市公所 市公所 先到 精精後後 做公路局 做鑑禮站 有自來水公司 管政府 還有做 相當的 是以前的 軍公教 福利中心 這棟剛好 在以前 在軍演館 議會旁邊 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 行起紀念館 好 謝謝 對 就這樣這麼清楚 現在這棟是在做什麼 現在這棟 因為 蘇貂粉館之前 我們還改為 火化 火化現在都圍外經營 譬如 秀行的 燕鑼火 還是秀行的電燃 都在這個地方 現在你看到 加了很多人 會來這裡參加很多 跟集交 我們的子公園 跟市集 都在結合 在這裡 生為一個 小小的文化園區 所以現在變這是 市民的休閒 對 是一個精度的廣場 就對了 對 其實 這個日本人 通在台灣的時候 他也沒有什麼組織 所以 還有時候 在那裡想說 沒有來買特品 來買彩券 這個特品 就是買彩券 彩券 大家也知道 連橫說 吃彩券 很好 連家的人 就是這樣 那時候 退日本人 寫到那種 什麼 鴉片有益論 我們要訓你 另外 1995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 日熱戰爭 日熱戰爭 雖然日本人打贏 但是打贏 那裡頭 土地都沒有 那時候 耗損國力很大 所以那時候 甚至 有一陣子 就說 沒鬼去台灣 沒有法國 沒有法國人 這樣就對了 但是 他買了 他又用心 下去 但是 日本 我們是做日本人的 這個問題 但是呢 他是用到我們台灣的主圓 屬於台灣 建立現代文明 所以 日本人說 老來的東西 當然就是都這樣 你把它跳掉 要做什麼 但是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開始要請求東攻巡旗 就說巡旗紀念館 這種東西 開始 大家就說 應該要把中心 又蓋回來 很多日本人 那個時代 把我們 這個 用我們的主管 我們周身的主管 留下來的東西 這都是我們的東西 不然你講一講 你把它跳掉 就 頭髮掉了 對不對 好 那麼在這個 1923年的 4月16 之前台灣 總統 田建治郎 他就說 我現在 已經很久了 這個台灣 我們 我們主持 這個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都做好了 會把全世界證明說 我們日本人 開始 有這個 領域 做一個阿州的國家 那時候阿州 大家都在落水 有聲音人看不見 英國 法國 這些 這種 帝國主義 就說 阿州人 有可能 有辦法去經營殖民地 所以 日本人認為說 我一定有辦法 那時候 就去 請這個 育仁皇太子 先來做一個 專家園的 這個孫師傑 這個育仁 來的這個 所在就是 威家人開始 現在 一直到 高雄 高雄 這裡還跑去跟朋友 這裡還跑去跟台北 這裡還跑去 總共十幾天 這個經濟的 這個 過程裡面 有人 以前 把他的相片都 清清楚 每一個 改端 都很清楚 所以 來 我一定要把經歷出來 我們來看這些老兄弟 並且了解說 那一道 日本的宏太子 藝人 到底是 來在 這個什麼地方 1923年 日本宏太子藝人 坐著金剛號戰艦 來到台灣順時 指稱 東宮行起 4月16日來到 街人準備要 登起十二天的行程 這是在街人 火車頭頭前的 鳳鷹門 這是車走過 街人的 市區 來到街人車站 後 這台玉鑄列車 一定在 這個單台 這是台北的鳳鷹門 後面的火車頭是 日本人來到台灣後 所建的第一台 台北鷹門 這是在 現在的台北管前路 和襄陽路口 在歡迎的 端午 後面的鐵橋 就是明地橋 這是去參拜台灣新車 中東府 中東府 前前叫做小海 生拜 在山下手裡 還要拿一支 太陽旗 中東府 就是現在 台北的 中東府 中東府 中東東 也就是台北的 食物園 這裏是新世界館 也就是現在 台北生命中的 新世界商業大樓 這是給中東府 中央應用手 離開 大概是現在的 教育部 那附近 這是台北的 示範學校 也就是現在的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這是從過大大集團 在太平中要去太平公學校 太平公學校就是後來的太平國修 這是臺灣軍司令部 前後叫做國防部後比司令部 這是臺灣各地應歡迎 現在叫做司法院司法大廈 這是臺灣總督府醫事專門學校 跟我們說就是臺灣大學醫學院 這是在現在的臺灣賓館後面 尹尚表演活動 關注民的舞蹈表演 是要去現在的凱達格蘭大道前 表演民宿接募的隊伍 現在翁南出發 這是特洪湯車隊員的歡迎隊伍 這就是新章火車頭 這應該是新章的鳳鷹門 但是看不出到底是在隊伍條街啊 台中狗樓 幾個來去台中分囤大隊 去教育部隊 這就是現在的甘城營區 目前一定沒有在使用 純是台中水圓地的上水塔 也就是現在的水圓公圈 是台中州的知識關於 現在是台中市政府的建設 現在經過後 中發展很多消息在單臺 加以火車頭頭前單臺的老人 這就是從台南火車頭出來 來到台南集團 也就是現在的國家台灣文學館 在台南新車參拜 也就是現在目前在去台南美術館的地方 也先參觀台南空主廟 台南師範學院 也就是現在的國立台南大學 台南第一中學 也就是現在的台南理中 為台南知識府出來的車隊 準備要來參觀台南安平的營餐 安平營餐現在叫做安順延長 在這裡一定是到了高雄同貴到它的鳳營門 一定到了高雄酒店 現在就是高雄地鄉歡迎 高雄地尋常高等小學校 也就是現在的高雄市高山國秀 高雄玉破所在這裡貴美 高雄山就是後來修山 高雄酒店 就是皇太子殿下玉燈山紀念碑 然後由高雄港桌船去蘑菇春室 蘑菇馬京藥幹部水交涉 然後是海軍第二軍区首領埔 然後再回來激蘭港關兵列隊歡迎 台灣總統府博物館 也就是現在的國立台灣博物館 園山運動場 也就是現在的中山足球場 在這裡參觀全島學校聯合運動會 現在要來超山 也就是陽明山 來去北投醫修所休息 醫修所就是在北投溫泉公共議場的里牢 也就是很出席的北投溫泉博物館 順是台灣第一聯隊騎北教育部隊 第一聯隊就是現在的中正紀念堂 阿姨如果收縱後非常多 經驗又比較親密的改稅 所以各位如果要參加可以去找牠 牠可以找到網路裡面牠收下的東西 確定這樣我們要來去 我們現在在留意說這個市地的環境 因為這個口蹄疫在台灣常常在發生 所以聽說如果在口蹄疫 甚至是住口蹄疫的預防針的地都沒辦法外銷 所以現在政府開始鼓勵大家說要來市快樂珠 要去樂活珠 我們這個總統蔡英文總統 藏金在選擇也要去婚鈴 去孫時的這些快樂珠 樂活珠 這些他們的企劃就對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要來看看蔡英文愛吃那種樂活珠 的豬肉是學到什麼行 台灣啪啪走 了解台灣文明和文化理想 大家好 我是余夫 來 我們現在準備要來這個蔡英文總統 很欣賞的這個雲林一種蹄的企劃 這種企劃 所以蹄不用這樣 常常在中兵 中杰借這類的 那麼我們現在看清楚度 這德國主角 我知道 他只有三德國主角出來 沒有不對 那麼這間牧場是由於 由於由於德國的博士 真厲害 這博士 去德國之後 他是德國慕尼黑大學的 獸醫維生物的博士 叫做陳詠雄 他在1980年自己去創業 飼差不多一千隻的母豬 然後小人去的時候就跟他說 我這是怎麼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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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都非常健康 吃起來也很讚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是什麼 樂牌 豬樂牌 五螺旺絲香草豬樂牌 德國豬腳餐 哇 你要看 吃三元餐 你這是豬牌 豬牌 哦 豬牌 我們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不是豬腳 來 豬腳 東國豬腳 哇 讚 讚 老闆娘 哇 老闆娘你家要來 喂 來這裡 來這裡這裡購買名可以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你哪裡去哪裡 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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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都回家這裡在祈禮 對 蔡英文怎麼去過 是 這個喔 他在 還沒有選舉 全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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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當總統 不夠讚 啊 有請問一下 溫先生 吃這些歌阿祖 好 太棒了 謝謝 陳老闆 你怎麼叫我們來 對 過啥啦 就 找不到路了 哈哈哈 這個公司找不到路 我們那裡就 就 就有那個不良的紀錄 所以就不可以 不用說 我就想跟我們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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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四十 要四十年了 三十五年了 所以這裡都是 活在健康的阿民 都是健康豬 好 來 來看這張 這張呢 是鹿兒島 卡古西馬的六百豬 六百豬 什麼叫六百豬呢 各位注意看 麵這裡 這是白 麵這裡白 四肌比較白 這張六百豬是聖克夏種 這交配出來 這日本人特別用出來 這在鹿兒島非常有名 我先來講 這日本時代我看過一則 就是台灣日日信報裡面 他呢 是說有支援 這個人啊 他本來是在大條頂的這個 油便局 在那裡 他在那裡做這個 油務室就對了 過緣 大條頂的這個 大條頂的這個油便局 是在那裡 是就是現在的這個英禄 這個大稻城的 永樂町油局 那那裡有一個過緣 叫做施錫家 他呢 他說 真正的豬油 就要清楚 那個 鹿兒島那種的 這裡會好吃 這樣啦 所以他說他要走 去鹿兒島找一種 很好吃的豬油出來 那麼 這個早期台灣的豬 是那種 小黑豬 就差不多 頂雙溪的那種豬 那種豬有一個好處 我小時候看人家在吃一種豬 的 沒有 有毒榫的那個 珍藻 香蕉菌 沾個幫地方就可以了 這樣下去用 他就很糙色的 有owego 香蕉菌 都能吃 只會晒 的 我們臺灣村的 那麼在1997 年的時候 這個龐克夏 弱克夏 顏蠣 剃 是他們引進來 跟台灣籍下去 都 crossed 交配的 中年他也是印尊和日本都去研究 慢慢的 所以现在听说六白猪这种在宜蘭 有人可以行创150吃 日本的传送中这种六白猪 还是好的食材就不用过度的料理 很简单 这个我们先来吃看看 你就知道什么是六白猪 这是卡古斯玛日本鹿鹿岛一间 在买豬肉回哥的餐厅 今天要来品尝的是日本鹿鹿岛 一种很奇迹的地叫做六白猪 食材如果是好料理就很简单 这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案例 现在先来听杜耀介绍一下 英国人把鱼子把约克下的种的猪 长得很快 但是肥肉会多 所以把两个猪混合 混合完了以后就随便成这里的猪 六白 我觉得混合了就会唱现 但是这个黑猪 如果老板的黑猪 真的好假 它还有六白 脚底的四的是八 米子白的 尾巴白的 一定要这个测证 才是绿合岛的最佳黑猪肉 所以说他们就要吃鱼子 直接 所以说他这间店 不是说他很高调 他好像 我说就是这样而已 我就忽略这个 这种疑问 这种疑问其实有点绝种 但是后来他又把呼吁出来了 呼吁出来只有他们家在采用这样的黑猪 所以那你们怎么会 他在观众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问 我老板问说 你刚才一闷一闷一闷 他那种汤很难煮 我还作成全部同样的味道 我汾电 我有困难 所以我不做 所以我只专心在这里做这一道点 现在他要跟我们说 如何是最简单实在的吃法 这是第一 的梅花肉 以后他白醉是一道很漂亮的木贵花 那这个大具夹起来 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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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怎樣呢? 不要... 單開 單開 把它拆開 把它分開 中間把它分開 這個標準超過 標準超過 都不要沾任何的醬先吃這個肉 都不沾任何的醬,吃吃看 現在趕快吃,熟了就可以吃 好,來,吃完以後呢 吃完以後呢,要中間煮的這個鯉雞肉 燙燙,燙燙 燙燙,好吃沒有啦 燙水燙水 燙燙,好吃 真的很好吃耶,燙燙 燙燙,好吃 好吃 我現在也忙,剛在那裡顧著魚 我也要來吃 這個,來看我們原住民的料理裡面 很簡單,如果實材好嘛 東西水滾滾的,烤一烤,這樣就好了 所以實材非常重要 有很多人說 哎呦,很多老陳,他們上一台這樣做 這台的米都跑掉了 米的跑掉了,就跟我們的養殖有關係 比如說,你本來是在海的 這個魚類,現在用這個 普通的魚類來 把他這個溶食,這兩邊就不一樣 看起來了,你實在不一樣,你就 後面變的東西就不一樣 所以呢,我們需要一個很清潔的環境 就是這樣啦,好,來 今天來,這部就告知為止呢 後來,有一個禮拜更多的時間 會記得繼續收看,我是餘夫 拜拜